毛泽东思想是最大的文化 你离开这个你什么都完蛋 别说别的 别给我完蛋 什么是文化残诚 二位老哥在天堂公园遇见 就此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执 从民族英雄才子佳人 说到了帝王将相 俩人互相让 您看看谁说的有道理 哪有一种啊 就是改宫靠西边的 还有呢 没有 那种是大同工 我就躲走了 是吧 你不看这个呢 咱们又要上哪 房上有个石经山上里边 就在那石经山 写的东西太多了 这个看这大块 没破砍头烂瓦的 没用啊这 哈哈哈哈 恢复寺教了 也有心思想啊 是不是老说这个 你看昨天我发现 好几天我发现一问题 你看这帮人还 不这样啊 可能满人后代啊 要来了穿着衣裳 上那张小面来了 你问那中华美人国防什么时候成立 他绝对不知道啊 就穿衣裳啊 对 我不知道显示是什么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现在小孩啊 不是小孩 他们喜欢这个 这您在那儿 您这身上那儿到底合适 你这身 我还挂着太阳旗行吗 哈哈哈哈 您说是不是 他这思想要代表他代表是东西啊 啊 恶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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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他们现在啊 小孩啊 他们有喜欢汉服的 有喜欢这个满图这个服装的 他不一样 照那一项 这服装是一种潮流 也也也代表一种思想 而且是什么 您见过毛利是没有穿过西装吗 那两碗事 别别别别 那孩子就是穿在那个满图上 人孩子本身是满图人 您得了吧 大人那租的 不不 来里也租的那东西 有租的 有租的 有好些是什么呢 有好些是他们自个儿花钱制的 天天里边有一帮料膏的 你知道吗 就干这个 宣传的一种什么东西 要来了 我说 你看看这个 民族服装 那属于民族服装 中山庄也是服装 服装 还有这凝庄呢 是不是 凝庄是外来的 中山庄是中山先生设计的 没错 中山先生 他代表 那有说就是他 你别讲故事 别讲故事 不听 不是讲故事 那确实那有讲故事的 为什么叫领孝 领孝什么 当兵子 你看看我这车的军装 为什么领孝 这叫领孝 领孝 给老百姓的榜样 一看我们大哥就当过兵 这孩子不能乱拦 像天天跟我讲 那个乾隆 现在社会格格不入 新社会 新中国 1949年 建文京进北京 死了多少人 在南圆的机场死了多少人 悬展楼下 没人看见 没人去 进来没 不让你上 一说这 这就是故事 文学文化 实际上就是一梗 什么飞仪啊 什么什么仪啊 飞仪有一摊 你看这这一看 这这一圈历史 就这样 我一说 你看没有 九层楼八层楼 怕 喝 怎么着 这这皇帝 我天子 老百姓是天 啊哈哈 那咋给给给给改了 改了 还天哪 但是不能忘记过去 不能忘记历史 过去啊 新中国怎么来的 我就只知道 别的我不知道 那这他也是 您说 中国人几千年的文明史 这个不能丢 没没丢 这这不能忘 五千年一直打仗了 一直在打仗了 啊 那看见没啊 您得看文化的传承 文化 咱们中华民族的文脉传承 文脉 您给我说说文脉 文脉从哪来啊 咱们中华民族 从远古时期农耕文化 从火的祭祀 一直传到 火的祭祀 中华文明啊 是两河文明啊 在那 他来自一个 两河文明 可是中东 可不是咱们的 咱们没有两河吗 没有两河吗 咱们是长江黄河 还是的 但是 但是这个 这个 这还不一样 没有长江没有黄河 哪有中华民族文明啊 但是 他为啥这长江和黄河打仗啊 您玩的旗都要楚河韩箭啊 是是 有两条河 您乱的乱的 两条河上都有什么东西啊 我不管那什么东西啊 哪一样东西啊 您看他面目啊 都是明纸明膏 嗯 哪朋友 怎么着 这个呀 信仰 中国人的信仰 那邱少爷 邱少爷的信仰 嗯 您现在都是皇帝帝王降下 参加人 兰花纸 这就是 这就是帝王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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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现在除了故宫 过去故宫还得收徒院呢 您见过吗 当然见过 对 那时候再也不在故宫 为什么故宫买了 那个历史博物馆地下室 历史博物馆地下室 故宫还是去的 后来 后来 这现在好像在大义呢 就是那个刘文坦老家 是是 这老百姓呢 老百姓呢 老百姓呢 这个这个死 死这么多烈士 没人办去 没人说 没人讲去 几千万人 在这个美国的死一个 倒汽油的 现役军人 您看了 网上看了没有 哎呦英雄啊 这个大哥 这皇帝王不是英雄啊 那雷锋是 默默无闻的英雄 没人说了 这主要是什么呢 谁都谁都没想到 这个 在当今这个时代 才会出现国际主义战士 而且竟然出现在美国 这是谁都没想到的 对 这是谁都没想到 对 世界观 咱说咱们看 咱中国人看美国 美国看中国 但是我老师 两个国人明明有毛病 还没见过美国人 跟美国人那么仇啊 对啊 对啊 一来吧 这四合一二吧 这个这个大 多少年了 这个大总统弄这住过 有什么关系啊 对不对 上马十下马十 哎呦这对联 这中正联 有用吗 多少年了 嗯 这个这个历史开学 在书上可以的历史 你就摊大片 埃及 那个金字塔戳着到大远拜 怎么样 埃及穷的穷的不可 穷的要命 嗯 是吗 历史的发展 文明在向前发展 老是抱担手去 但是发展不能够抛弃 您抛弃也不能一餐食板 那儿了 让老批医在花钱 再美化那个去 对 那先生他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 出门 全难弄了一亩三分地 那弄出来了 嗯 有人去吗 您上那儿跟人讲解 这怎么来的 嗯 那边发烧打散 那卫星都上天了 您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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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老百姓拿的钱 我这养着故宫 我养着这个 您这历史发展 在中间折断了什么 孙子冰卡 这最牛了吧 咱现在说国际政治 国际这 最牛了吧 您这讲 这跟文化两码似的 这不哀着 王冶博说书也是文化 这谁 这郭德纲 讲的像也是文化 你不能什么都规于文化 文化要精髓 要精神提出来 毛泽东思想是最大的文化 你离开这个 你什么都完蛋 别说别的 哎呀 别给我搬哪 人都说台杠长知识 通过二位北京老哥的对话 大家获得了什么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 对此您怎么看 欢迎大家留言评论